基本上就是说是在四个价值观方面 中国跟银台是很相似的 家庭的价值高于个人价值 那么教育价值观 这个是很相似的 等于说是把教育放在第一位 就是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这个家里无论付出多少代价 你让孩子受最好的教育 劳动价值观 这点是工作价值观 就是说有这个很拼搏的那种工作性 要靠自己的努力 获取成功 财富价值观 就是说对财富的珍惜 财富的积累 中国企业家呢 这个从一到一百呢 做得非常好 它的短板呢 是这个从零到一 是吧 从零到一你怎么样做 那么这个呢 正好是以色列人的常做 以色列人呢 从零到一是做得非常好 就是说在以色列呢 这个创新跟创造力呢 两者是基本上统一 就是说是 它的企业很有创新能力 对应了呢 它整个社会呢 也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社会 强远来看的话 我们中国人要是真的要想 自立于这个世界民族直列 某种意义上 我们引领这个人类的 这个无论科技也好 这个社会也好 发展的潮流 是吧 我们拥有我们自己的技术 可以在技术和科学方面 领先世界的话 最终你要解决 整个社会的这个创造力 给你一个小时代的技术 我们下期待 跟他有一个小时代的 我们下期待